我现在在峨眉山火车站的战前广场是从成都坐了一个小时高铁到这儿的 非常的方便 中间的牌子写的是峨眉天下秀 第十四届运动会 即将开幕 站在广场的中间给大家环视一周 周围高楼大厦正在建设当中 这边是出租车的后车点 好多的棕榈树 周围绿树环抱的 再看一下 在我的正对面 云上金顶 天下峨眉 对面是瑜伽路 准备从这边乘坐公交车 去峨眉山 这就是一个公交车站点 就在峨眉山站 上车了 我乘坐的是七路公交车 直达峨眉山 游客中心 在我的鞋对面 就是峨眉山 著名的美食街 这有特产火锅 牛肉烧烤 这属于 峨眉山的风味街 这是公交车 这是公交车天下 明山站 是一个著名的旅游车站 经过了峨眉山 都停在这儿来 这就是峨眉山的游客中心 也就是从这儿买票 进景区的 看看周围 我现在下车了 乘坐的是七路公交车 票价一块 还是挺方便的 看看周围 都是特产超市 还有很多的酒店 客栈 民宿 公交车上下来 这就是著名的 五A级旅游景区 峨眉山 我现在的位置 是在峨眉山景区 大门口 也是游客中心 这是一个停车场 好多的旅游大巴车 停在这里 还有私家车 准备上山的 上山是需要乘坐观光车的 因为从这儿到山顶 最快的速度 包括坐所到 观光车 也需要四个小时 公交车就停在那边 周围有酒店 民宿 还有很多特色美食 中间就是 峨眉山景区的大门口 可以注意到 山间起了大雾 云雾缭绕的 峨眉山不仅是 世界文化自然 双遗产 著名的旅游景区 同时也是 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 四川最为著名的 风景名胜了 就在四川盆地的边缘 总面积 154平方公里 一共有四座山峰 分别是大峨山 二峨山 三峨四峨山 四座山峰 海拔最高的万佛顶 接近3100米 景区的门票是 160块 如果买全程的观光车 还需要再加90 就是250 这就是大门口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峨眉山 还有山之领袖 袖甲九州 这就是游客中心 由于现在期间 这旁边是采样检测点 非常方便 这就是景区的这个大门口 从这扫码进去 但是我发现 今天的雾气太大了 而且下午到这的 如果到山顶 还需要花很长的时间 正好看一下景区的 导览图 这就是峨眉山景区的 全景导览图 我现在位置是在 黄湾游客中心 就是峨眉山景区的大门口 这是分观光车路线 还有徒步的路线 首先看一下 观光车路线 乘坐观光车 起点从这里出发 沿着两河口 也就是最右边这条路 经过了零公里的停车场 上面有华岩顶 喜巷池 最后到达雷洞坪 雷洞坪这里 走到街影店这里 海拔已经2500了 然后再坐金顶索道山山 全程最少要花 四个小时比较累 徒步的路线那就更累了 从这出发 分出两条路 从这上山 经过豹国寺 胡府寺 然后中山寺 还有青阴阁 海拔高度在700米左右 然后继续往上爬 这周围都有灵谷灵猴的 茶棚一路上 这有99道拐 相当消耗体力了 上来之后才能到达 1700米的一些寺庙 再往上爬 就是2500米左右 最后也是乘坐索道 上金顶的 也有徒步的路线 特别陡 上面有一个金顶大酒店 可以住宿的 估计价格非常贵 这就是旅游的全部路线 租个车上山 在座索道 需要四个小时到金顶 徒步的话 估计最少最快 也要花一天时间吧 甚至是一天一夜 我现在正准备 去找住的地方 正好滑翔伞来了 我估计 这次它降落的位置 可能是停车场了吧 是往我这个方向来的 哇太酷了 没想到峨眉山 还有滑翔伞这项运动 现在伞距离地面的高度 超过了150米 伞是红色的 非常酷 大家看一下 它现在是绕着景区的大门口转 并不打算降落在这里 应该有降落的点吧 这个时候 我准备在周围 去找住宿的地方 然后再品尝一下 峨眉山市的特色美食 上下山观光车啊 都是在这道门出发的 这个时候滑翔伞 即将降落到对面的草坪上 对面是一块大草坪 大家也可以看到啊 今天山间的雾气太大了 就算能够登山山顶啊 也看不清金顶 所以只能是乘坐公交车 是七路公交车去市中心 住宿 我乘坐的公交车发出了 为什么没有选择今天登山 就是雾气太大 为了给大家展现最美的风景啊 明天一早就登山 这边是旅游观光车 到旅游车站了 从这下车 这一站上下车乘得特别多 公交车下来了 对面就是 峨眉山旅游客运中心 就是客运站 周围啊 有超市土特产 酒店宾馆 一营俱全 打车也非常方便 为什么要选择住在这里附近啊 因为附近酒店的均价 在八十块钱左右 如果选择今天登山 住在山顶 接近山顶的雷洞屏 大家看一下价格啊 两百多块钱的酒店 几乎看不到 而且灰色部分的区域啊 就是爆满的 甚至是三百块钱起步 均价在五百多 还不如今天住在客运站的附近啊 这附近都是酒店 这有一家 峨眉山特色小吃 门口是早餐 今日特价 麻婆豆腐十五 就在这吃了 这就是我在峨眉山市 吃的第一顿饭 西红柿鸡蛋糖 加上小炒肉 一碗米饭 桶装的一共三十四 先尝尝这小炒肉 辣椒 肥瘦搭配的肉 非常辣 尝一尝 西红柿汤 这么大一盆 是十二的啊 不知道是几个鸡蛋打出来的 等一会儿吃完饭啊 就在这附近住下来 这条街都是酒店 随机找一家 这边还有摇篮呢 就去这里住宿 这边环境挺好的 看这个灯的装修 是这样的 这是客厅 还有椅子 可以坐下来休息 入住办理完了 从这上楼 这是一家风情酒店 三楼到了 找一下房间 这里面还挺大的空间 到了 门没关 电卡插上 现在所有的灯都打开了 哇 看到了一张 这个摇篮的床啊 旁边就是大镜子 摘了口罩 还有帽子 大家看一下 真不错啊 把门关好 请勿打扰 挂上 这边是卫生间 哇 卫生间超大的 这边是码头 纸巾 毛巾 浴街 哇 这么大一桶的沐浴露啊 我就用一点点照照镜子 看我满头大汗的 刚从峨眉山景区 大半口回来 哇 还是透明的呢 这边有柜子 我总是好奇 里面都是被子 床单 这是喝水的杯子 挺干净的啊 有电话 电视机 一张大床 还有摇篮啊 看这个灯啊 都是一种球形的 好像是 一个情侣房 主题情侣房 太完美了啊 欧式的风格 这个背包啊 舍不得放床了 就放在桌子上 现在背包挺沉的 包里背着吃的 是为了上山准备的 结果山没上城 只能明天再去了啊 哇 这个房间真不错 我是花了85块钱 这个价格 非常的优惠啊 透过 这个大堂椅 看看外面 哇 外面就是 美食一条街 大家看看啊 这个街上 全都是酒店 各种环境 风格的 而且大街上呢 时不时的 还有 问你住不住酒店 再拉开抽屉看看 三种颜色的 抽屉里 什么都没有 大家看一下 这个欧式风格的 85块钱 非常的实惠啊 我觉得这是 我在峨眉山 订的最实惠的酒店了 而且住在这里 我甚至都不想走了 再看看 这还有一张 摇篮床 上面是铁链的 坐上去 感受感受 哎呦呦呦呦 这还挺晃的 大家看一下 哇 太舒服了 我就坐在摇篮上 好好的躺一躺 休息休息 打算明天一早啊 带大家登上 最为著名的 峨眉之爹 好好的参观一下 这个视频 就拍到这里吧 结束了